Lio聊世紀天野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法蘭克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圖吧 阿拉伯的話大家應該很熟悉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地圖的重點 就是兩方的地圖支援點的點位 那這邊果樹看起來是偏右側一點 算是很容易被騷擾的地方 但是金礦在後面而且還有樹 所以這一區是他的重心保護地區 緬甸的話只要把城堡插在這個地方 果汁阿或是這邊樹 黃金 農田都會守得到 防守來說的成本算是比較低一點的 那進攻方面可能要先去挖石頭 去出這個飛鏢騎兵來打這場比賽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個打法比較偏向於防守型的地圖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資源點喔 嚴格來講只能挖這塊木頭而已 這兩塊木頭很容易會被騷擾到懷疑人生 所以他的這塊地區是非常重要的 那來看一下左邊 左邊的 反而左邊看起來森林還算OK 而且有三塊木頭 但是這個圍起來的成本也是蠻大的 那以他的視角來看喔 他的這張圖算是比較爛一點的 因為他的主金在前面喔 雖然果樹在後面比較好 而且有一塊木頭在後面也是OK的 但是主金在前面就很難受了 這邊是必要插一個城堡去防守 那左邊的話這裡還要挖石頭 那如果要去安全的挖石頭的話 勢必這邊要開個TC喔 在這個位置開個TC 不然就是要在左邊這邊 把他一大堆的圍牆圍起來才可以喔 所以法蘭克這邊投資成本也是蠻高的 比緬甸還會高一點喔 那緬甸看起來地圖是比較好防守一點的 好 那法蘭克這場的最大問題喔 應該是這個要怎麼對付標翔騎兵喔 因為標翔騎兵是 其實算是一個騎兵克星喔 很容易就可以把騎兵風箏打 而且攻速又快喔 所以騎兵是蠻害怕這個標槍騎兵的 所以法蘭克會比較期待一點喔 他用一些比較新奇的打法 去來解對方的標槍 喔不是標槍騎兵 是非標騎兵 我一直講錯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配置喔 看起來配置方面 法蘭克這邊是三木 算是正常開局 欸當然緬甸這邊是四木喔 欸四木的話 這邊可能會有點 比較特別的想法 那有可能是打這個 小宮嗎 看起來不會是打棒棒的 棒棒的話 他現在這樣打我想像 有機會阿 但機會不大 因為他打棒棒的話 他的成本太高了 然後四木的話 也有可能是想直接打這個 馬舊 就是肉馬單位 肉馬比較合理一點喔 棒棒的話可能會是 法蘭克會打 目前觀察到的感覺 是這樣子 因為法蘭克是三木 三木通常都是打黑棒棒的一個 開局打法 比較多一點的一個開局模式 那其實在世紀帝國老玩家裡面喔 要看到對方的木頭配置喔 就可以大致上猜到對手要打的戰術 看起來 欸這邊補木頭 補木頭的話 那可能就不是打棒棒 可能是要直接來打這個 馬舊單位喔 這邊如果要打這個 軍營的話棒棒 不可能下這個法木場 反正這邊對手看到這邊有下法木場 他知道沒有棒棒了 那沒有棒棒的話 看緬甸要不要出棒棒 這時候緬甸也有點想說 欸對方沒打棒棒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棒棒了 所以他這時候可以下個軍 嘗試出幾隻棒棒 那看起來還是要打棒棒沒有錯了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 我先偵查到這個法木場 然後才會知道 欸對方沒棒棒 那我來打棒棒 所以他這邊有做個細節喔 先挖了死徑 有先挖死徑的話 就可以按三隻棒棒出來 那這裡會不會按呢 看一下 好像沒按 那應該有可能是要打小工了 因為有補這個採礦營地喔 欸 趕緊講完就按了 因為這場比賽 我是真的只有看到結局 前面發生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用一些 CLEAG的老玩家們的經驗去判斷 他們的戰術選項 那我只能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講 那我會比較 講出一些比較有依據的一些邏輯推論 然後來去判斷對手的打法 那其實這種判斷能力喔 在打死徑是非常需要的 因為你不知道對手在幹嘛的時候 你就會很慌阿 但是如果你的伺候 一直有去探查對手的經濟配置 你就不會太慌了 因為你就會大致掌握出 對手的戰敷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去踢倒這防範 那你就不會有那種 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幹嘛那種窘境喔 好 那這邊法蘭克看到對方打棒棒 還是堅持打這個弱馬 這個馬舟還是下 而不是下這個射箭場 因為如果他要下射箭場的話 會先通常阿 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就會先放這個採礦營地了 那這邊沒有放就是要打弱馬 那待會還是應該去挖金礦 然後嘗試去出這個戰馬 因為對方可能會轉小弓喔 因為對方有挖黃金嘛 那他剛剛法蘭克也是有看到 雖然挖黃金數量很少 只有兩個人 兩個人的話可能是也不會出小弓 可能是直接就是 轟營時代挖一點黃金 然後就到兩百斤喔 上春寶時代 這種開局也是有可能 所以這邊可能就是要看後面有沒有補金喔 如果我看到補金的話 那這個法蘭克不要去下這個射箭場 致命一定要下 那這邊看起來法蘭克還是要下個射箭場 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這邊有出這個長槍壁 那這個弱馬 絕對不是去家裡防守 而是一定要去對方家裡 去做點大事 那如果是出戰馬的狀況的話 法蘭克挖金的話可以再玩點挖 那我覺得他還是要 最終還是要挖金嘛 因為你要上這個城堡時代 這個金話還是要挖 最近城堡也是需要用黃金的 這邊補下第三個挖礦的人 那你就是要出小弓了 嘿對這邊射箭場已經出了 好射箭場出了之後 欸這邊 戳不到 哎呀小弓解掉 但是後面有一隻喔 獅子啊 在偷咬這個弓兵啊 弓兵被咬到剩9的一線 好那這邊弓兵過來 這邊是不是要插個箭塔了 就來防守 這邊弓兵的一個騷 但是這邊可能會被打進來嗎 欸這邊突然停止攻擊啊 看到這個亮望塔 就是沒希望反而轉贏陣地啊 欸這個肉馬去砍村民 結果沒有收村喔 因為這裡有點忙 上面在打架 好那這邊法蘭克優先拿到首殺 好一村拿到了 一村拿到了 能不能拿到第二村呢 喔可以 哇這一波緬甸看起來很慘 這邊肉馬做到相當多的事情 好長長兵也在努力撿 那這邊沒有空兵的原因 是因為他下面這裡也爆炸啦 哎呀兩邊都有一個小失誤在 好法蘭克被殺了一村 目前戰績是2比1的狀況 那這邊三隻肉馬喔 要來繼續燒了可能有點困難喔 因為長長兵一直被造了出來 那緬甸這邊 單位來說 綜合度來說是蠻高的 那法蘭克我覺得 我覺得他比較鐵頭比較好 趕快去一下這個射箭場 但是我覺得他經濟有點爆炸了 這邊拉個這個村民喔 這邊果樹啊木頭啊 全部都拉村回去 這些移動時間喔 已經浪費法蘭克很大的一個採礦時間 跟採集資源的時間 所以導致你看分數已經明顯被拉開了一點 好那這邊看起來 緬甸加S過得比較好的 那法蘭克是有點痛苦喔 這個經濟爆炸啊 沒有出小弓問題會變這樣子 如果不出小弓的話 他至少還要出個戰嘛 所以玩一些馬國玩家們 遇到封堅這種開戰情況 還是要去補一下這個射箭場比較好 避免才會遇到像明天這樣 直接打兇的喔 連小弓都出 然後裝甲什麼都有 那這樣子的話就很尷尬了 因為你自己喔 就只能當沙包 背著 背著他們一直打 但是法蘭克這兵有找到一村 那就是3比2 有點稍微打回來一點 但是經濟來說法蘭克還是相當落後的 這個經濟有點爆炸了 好那看這邊下面喔 完全不能 他只要冰喔 這邊只要走去 你只要沒有出這個射箭場 你這一坨冰是永遠解不掉的 在這個時期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硬解的話 那也是要到城堡時代喔 然後出這個騎士喔 才會可能解到這些 那最好的方法還是要先出這個射箭場 然後出戰毛 先counter他熊的兵種 然後利用操作 手術去解掉所有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 就算沒解掉 戰毛也可以一定的給他一點小小的壓力在 好那這邊看來又要再拿到 一隻長槍兵 我也是村民 那這邊長槍兵 直接把肉毛趕了出來 當然法蘭克肉馬還是帶出 但緬甸這邊有點在偷偷要準備上城堡時代了 但是這邊卻先點這個靈甲是怎麼一回事啊 增加這個長槍兵的防禦力嗎 那順便增加這個裝甲的防禦力 裝甲步兵的防禦力 真的是有點有想法 結果這邊出了一隻戰毛好像被砍死 戰毛好像沒有控好 因為要控前線的這個馬拉單位喔 看起來也不是被砍死喔 是直接把戰毛前判 沒有守家裡 那這個法蘭克打得算偏激進的喔 那如果要全部歐英留的話 那家裡都要守好了 那這個黃金 我的天 你這裡也沒有石頭可以下劍塔 哇你看那個金就真的很慘 這個位置喔 很容易被弄到懷疑人生的 好一挖進直接被抓包 那法蘭克這邊一直沒有挖進的情況下 可能上這個城堡時代的喔 沒有黃金 那這個時候法蘭克可以選擇性的喔 去下注4級 然後靠買賣的上這個城堡時代也是可以的 那就要來看要不要上呢 這邊是選擇下個哨戰喔 增加這邊的視野喔 不然這邊視野太暗的話 沒辦法預防到 好那這邊視野下好了 那這邊防鎖就會簡單一點 但下面這一塊採集點 還是沒有辦法打到採集志願的效果 好大量再幫我直接開丟 再丟一下再丟一下 誒這個走位走的不錯 只有插傷啦 這些長項兵血量都還是很滿 好那這邊四兵應該是會進來喔 因為村民可能會被投死 這個長項兵 長項兵跟肉馬 這一個鬥志 再來這邊是蠻重要的 好家裡出一些炸毛直接反制 當然這個弓兵沒有射死喔 有點尷尬 好家裡進去了 但明天這邊會出肉麻嗎 有出肉麻先解決掉這些戰毛兵 就問題不大 兩隻肉麻直接出去 工兵也在 肉麻也在這邊要進去騷擾了 結果這邊是沒有找到對方的位置嗎 有點視野沒看到 剛好在這個視野石膠裡 好下面看起來這邊戰毛 有點難打 原裝鳥不兵防御很高 這邊大戰 三隻肉麻先砍死肉麻 OK肉麻全部解決之後 小宮長項兵全部拉走 直接往前 算一下就交給肉麻 去解決這些戰毛兵就可以了 好這些毛兵喔 自己被追應該是沒救了 那這邊裝甲也直接原地開砍 也砍死了幾隻單位的樣子 但自己也沒有能力可以反擊戰毛兵了 好戰毛全速送光 但是這邊的工兵跟長蛙兵 也要接種得來了 反而可能會有點麻煩了 黃金量雖然已經上來 但肉還是不夠 城堡實在還沒有點 反而是緬甸這表 城堡實在安靜點下 欸戰毛直接一個回頭開砍 不是戰毛這個裝甲 哎呀砍死一隻戰毛 水啦 欸是兩隻的樣子嗎 是不是有少一隻啊 有一隻 有一隻在家裡 隨便三隻而已 有一隻殘血在這 那這邊只有戰毛的情況下 反而要守住這一波進攻很困難喔 因為對方的混兵是混得比較好的 你看有大量的一個工兵在 雖然這邊應該是蠻安全的 這個劍塔在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下面這一塊區域 欸結果這邊尷尬 比了這個劍塔太近了 直接射死一隻小狗 好戰毛順利的收掉了一隻裝甲 那這個裝甲想要再收掉一隻毛兵 看來沒收到 好那以上城堡時代之後 緬甸選擇下這個騎士 打騎士攻擊 然後再升級這個努兵喔 努兵的話有升這個一級射 那他這邊由於封建時代沒有先設一級射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二級射可能會很晚才會上 那目前看起來緬甸是要打一個城堡速攻喔 原始四個人挖石頭 比較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去下這一個 那個叫什麼 TC TC的話會消耗一百的石頭 所以這邊如果要盡速上城堡的話 這邊有可能會考慮喔 去買這個石頭 然後馬上去補下這個城堡 那這邊石頭的話就可以用 欸直接還是可以下TC喔 因為如果是用買的情況下 高速打飛鏢騎兵的話 是有做過打法的 那這位玩家看起來是沒有要這樣打 那這位玩家是Dank Dank我記得他也是 蠻蠻厲害的 但在職業比賽裡面 沒有那麼常見 不像Keyra他們 跟Mipe他們一樣 很容易處理在那個S級比賽裡面的感覺 雖然他也算是高手中的高手 好那這邊一隻騎兵 直接過來砍爆三隻四隻戰貓 欸也不是戰貓 只是毛兵而已 還沒有升級 那法蘭克這邊已到扯寶時代 也是選擇打騎士喔 那這邊法蘭克看到騎士出來之後 應該會想要趕快去點一下這個修道院 修道院一出來的話 才可以繁殖對方騎兵喔 不然就是自己要爆根爐騎兵出來 那目前看起來法蘭克這邊要爆出大量的騎士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重點 因為這邊沒有騎士的話 這邊資源丟一就還是能搶回來 好那這邊動畫也要趕快找機會補喔 哇你看這個牧區挖完了 前面是三撮木喔 但是後面好像有一撮大木了 所以這個大木要怎麼守 這是個重點 看起來這邊是要開提一些是不是 把這個法蘭克棠給滴了 蓋這個位置 如果是我會想要蓋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有黃金 欸對對對要蓋這個位置 我會再拼下去一點 因為下面的木頭比較多 蓋上面一點的話 你這樣跑的距離會多一兩個 那這個都是C帝國的一個小細節喔 這個建築學 是對C帝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星海爭霸也有 但星海爭霸的建築學 比較適用於人類跟這個神組 兩個比較會有建築學的需求 雖然重組也有 但重組的建築學就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時候那個解剖畫是在做的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了解 是因為我之前也有玩星海爭霸 打到鑽石階級喔 所以大致上的程度能了解RTS遊戲喔 大概這種相特原理喔 跟這個建築學的重要性 但我是覺得玩到最後面喔 C帝國還是 比較難一點喔 因為星海爭霸的一個難度 是難在他的一個控兵 跟出兵升級科技的時間點 那C帝國這個也有 但C帝國最難的地方是他支援有四種 那星海爭霸只有兩種而已 而且星海爭霸的支援喔 經濟根本不用控阿 你只要把人民補慢就好 然後防空阿 防騷擾 稍微防下偵查到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但是 但是 世紀立國是這些事情都要做之外 還要去控制經濟的配置喔 多少人挖金多少人挖木 而且這些東西在前期是更是重要的 所以這個世紀立國難度就比星海還要高一點 我覺得 雖然世紀立國的手術不像星海那麼高 但是星海 我覺得比較重要就是 偵查跟手術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 直接兩隻車輪過來招翔騎士 直接反打 但反打的兵要先打戰毛兵 大量的車輪直接過來修理 好 但是攻擊過來了 那這邊 沒有先點掉這個戰毛的關係 所以戰毛有可能 反擊戰陣好沒有防禦阿 這個也不是戰毛也是毛兵而已 哎呀 直接被射光光 反而招到這邊 前期的稍微有點失敗 而且後面還有兩隻騎士 在虎視眈眈眈的 你看到沒有 那這邊TC蓋也太前面一點了 所以這邊村民就開始移動了 這個就是 C帝國 比星海難的地方之一喔 就是這個細節沒有處理好 這個資源量很容易就跟對方會有拉開距離的問題 好 那 哇 勝率也出太多了吧 好 那這邊 先 免練 這邊選擇把城堡放在前線 而沒有 先放在家裡這邊這個位置 去守主經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 我覺得 比較 不優啦 我個人不太喜歡這種城堡 我也喜歡把地多城堡放在自己主經 如果真是要防守 出這個 寶兵的時候 放在家裡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如果放太外面的話 很容易 所以 人家一個騷擾直接進來 很容易就會手包東西 所以是這種金礦資源點 OK 好 生旅這邊招翔 看起來招不到 哎呀 差點就招到了 反正 法蘭克這邊有經濟有點大爆炸的關係 所以這裡是沒有打算要開弄的 緬甸這邊是選擇雙TC 雖然法蘭克也是雙TC 但緬甸這邊 看起來 比較順暢一點 你看這個經濟 你要上到帝王時代 這個輪軸一好之後 帝王就要點了 帝王時代點一下 研發 研發之後 法蘭克可能會更難打一點 哎 投射直接砸一吋 nice 這個沒有空 絕對會死一吋 百分之百 好 但是 川民術 目前還是緬甸上 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個TC開比較早 好 投射再投一發 哇 這個 投到核心的位置了 哇 再一發 哇 兩村 大量村民直接殘血 哇 這個 一兩頭 有點把這個 剛剛 失去的經濟 稍微補了一點回來 但是 村民術 看起來 法蘭克是落後蠻多的 你看他 現在已經 72村了 但是他在點帝王時代 電話實在是不能產村民的 但是村民術還是領先很多 這邊法蘭克 死定義多久沒有開農 或是 拆到比較多點TC 很尷尬 或是鎖住多一點農 我覺得法蘭克的話 城堡可以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高地 但是 法蘭克蓋這個高地 有個 他可能也有想到 或是把這個城堡蓋這也可以 可以鎖這塊金魚 然後還有TC 還有這塊金魚 可以稍微鎖一下 雖然沒辦法直接鎖 他會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把這個城堡蓋這個位置 雖然是高地 然後可以鎖到很多田 但是問題是 城堡在這 然後對方應該 他看到對方歸家裡 應該心裡有點 對方經濟這麼好 應該是已經點地龍時代 然後等巨頭一出來 那因為法蘭克沒辦法 瞬間上地龍時代 很容易就 錢先蓋城堡就送掉了 那法蘭克應該是在故意這一點 所以便有把這個城堡 錢壓到這個位置 那這邊的話 比較可能會蓋個城堡 那現在是 欸石頭夠了 欸 法蘭克城堡是全遊戲裡面 最便宜的一個物品 所以這個石頭 應該是可以蓋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也是蠻近的 所以 法蘭克 我覺得不要錢壓堡 錢壓堡的話 雖然可以順利解掉一個TC 但是 是沒有辦法 哇再一發 啊幹什麼 哇又一發 看我頭很痛 好 好這邊 砸一下 唉 這個沒空好 再來修 修我們的沒有辦法來修 爆了 但是這個救贖 事項好 救贖事項好之後 就可以用生女來招向投石車 但是沒有點血量 直接倒地 但是投車被招到了 投車直接反擊 開閘 但是 法蘭克的 生女是沒有辦法招響的 好這邊由於大量行過來 緬甸的生女開始過來全招 好那這邊 飛鏢騎兵過來了 飛鏢騎兵打騎士很強 但是沒有想要去找騎士 而是要去騷擾嗎 好那家裡 哇 這兩個隻騎士 不知道殺了多少村啊 哇你看這裡屍體很多耶 哇大概五六七八村有了吧 哇這邊緬甸喔 蹭人之物啊 前面 已經看到地獄十代了 這專門 這很專心在控前面的兵的時候 這兩隻騎士立大功啦 不知道已經砍了多少村喔 村民術 應該是有落後的 欸八四村 其實現在是看起來是沒有落後 還反超 這邊還有第三個T4啊 TC多緬甸一個 然後TC又被拆了一個 所以這邊反超 好像正常 結果這個高地啊 被緬甸蓋了城堡 反而是緬甸蓋這個高地堡 好那反克中想開了 用騎士去燒了 好來這個機動作戰喔 還是正確的 OK這邊大量的村民 直接被騎士砍了一個陣子喔 怎麼辦 四下 兩下 一下 哇四刀死一隻聰明 這邊聰明超多 已經要被屠殺殆盡 但是TC只有一個 目前緬甸是單TC 哇這個緬甸看起來超涼亮啦 那這邊大量的飛鏢奇迷 還在下面做燒啦 還在那邊點城堡 哇你那邊點城堡 沒意義啊 家裡大量的聰明 已經要BBQ了 很多聰明只能討難道TC一下 緬甸的聰明只剩下 六十幾尊 大量的騎士 直接瀕臨城下 緬甸的飛鏢奇兵 能不能拯救事件呢 雖然飛鏢奇兵 對於奇兵來說 槍者是不錯的 但是只要被貼上來的話 這個扣血速度還是很快 好 那目前看起來 頭子車也出來了 但是家裡的經濟已經炸開了 緬甸 勢必要用這個飛鏢奇兵 打到更多的經濟傷害 才可以啊 不然這邊可能會有點打不太回來 雖然法蘭克這邊要上帝王實戰還是很困難 資源量差太多了 冤爆了太大量的騎士了 那法蘭克也一定要這樣打 如果這樣打的話 可能會更難贏喔 因為他不趕快去爆騎士出來去騷擾對方村民 呃 待會了喔 可能會更難打 因為如果他這邊硬要上帝王實戰 雖然實戰跟上 反正經濟沒有騷擾到 還是有可能 被鴨子打的可能性是很大 好 那法蘭克家裡騎兵開始小龍反擊 但飛鏢奇兵抗騎士效果還是不錯的 我覺得其實在高地反擊的時候 直接回頭就可以秒掉是騎士喔 這個數量可能要兩發喔 那個只有五隻有點困難 好 那這邊正念巨頭開始出來 開始再拆了 而且這個飛鏢奇兵 很痛 OK高地回頭打下 欸果然半條血喔 那真的是要兩發才會死一隻 那這邊要來會合一下了嗎 總共有18隻的飛鏢奇兵 好開始 對對對對對 欸打歪打歪打歪 混歪 走斜的就打不到 好那這裡還有三隻飛鏢奇兵 想要來攻擊這邊挖礦的 哇直接抓到 但是飛鏢奇兵的缺點就是 很容易射歪阿 這是大家的夢魘阿 最討厭射歪了 射歪就很尷尬喔 射不准 好那這邊 這邊巨型投資機直接開閘 欸開閘那這邊秀村民喔 大概有十三村 十三村的話還有擊潰喔 這邊只有兩台巨頭而已 十三村是有點有餘力了 再等下這個專瓦技術 應該是可以十三村秀得回來的 好但是法蘭克的大量騎士 又再去明天家裡做騷擾 但明天家裡的城堡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喔 你看這個城堡優勢 蓋在這個位置有多好對不對 哇 這裡還可以鎖到主金喔 但是主金已經被挖完 就沒差 好那這個城堡確實 真是守不到什麼東西阿 這個城堡位置 下的日子要非常細心喔 好那第三台巨頭要過來了嗎 第三台巨頭 還在家裡 所以只有兩台而已 你看這個城堡阿 已經就是回來了 要打城堡就要三巨頭 沒有其他選項了 但騎士的數量剛剛由於在突襲緬甸家裡喔 所以自己的數量一直沒有起來 而且緬甸 村民也沒拉起來喔 其實法蘭克在這樣拖到區是有機會贏的 那法蘭克這邊要來直接打一波大量騎士直接上場 騎士直接拎壓過來 大量的飛鏢騎兵直接輸出 騎士再直接硬打巨頭 硬打巨頭 浪費太多時間 飛鏢騎兵有很多的時間可以輸出 這邊還出了直伏兵 但直伏兵的射程不太夠 所以很難貼上 這邊法蘭克失去大量的騎兵 感覺要失利了 大量的飛鏢騎兵還在生產 法蘭克該如何面對 這一波交戰 法蘭克並沒有賺到太多便宜 只有拆掉兩台巨頭 第三台出來了 這邊要繼續拆的話 兵器能拉得起來嗎 村民也還在產 但是家裡還是被燒了 所以拉了一些騎士過來反擊 這邊想要秀一下操作 結果被這方秀 殘血的要拉走嗎 哎呀直接死一隻 那這個城堡修好了 那這邊還有一坨 飛鏢騎兵九隻 有點多 兵分三路 帶一隻騎兵追兩個飛鏢 但是又砍死一隻了 哇大量的飛鏢騎兵很痛 大創民速度效果很好 這邊二級伐木也補一下 但是這個肉量還是沒有存 還是去硬點了騎士跟這個指輔兵 看來是要來打第二波交戰了 那緬甸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繼續強化自己的軍事 經濟也要慢慢補起來 因為只有強軍事 才可以讓對手嚇阻在這個位置 讓他的主力部隊不要往他家裡衝 如果要守住這個地方的話 是要強力的軍隊所在這個地方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這就是有點心理學的以上的一些 感覺 我覺得 就是心理戰的部分 先以反客現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理這一頭兵 這一頭兵真的是 可以用石頭去換爭取時間的話 是最好的 但如果他這邊要應用這個騎士去硬拆巨頭的話 我覺得不太優喔 哇你看這邊飛鏢騎兵 打這個騎士太快了 騎士死得很快 怎麼辦 完了沒了 反客這一波 好 這看起來沒救了 最高騎兵太強大了 直接把大量騎士打倒 支撫兵也倒地 還直接硬點城堡 有沒有太膨脹了 好第三台 第四台巨頭出來了 強軍事緬甸 村民輸很多 輸了四十幾村 但是反客 卻有點岌岌可危 欸 你這個奴炮是在雷 我看他心態應該是沒了 這個奴炮都中了 沒有怎麼打 這個奴炮感覺也是 沒機會啊 家裡這一頭飛鏢還沒解掉 經濟還是很慘 好這個殘寶掉了 反客可能就要打GG了 因為這邊沒有東西可以守住 緬甸軍的一個進攻了 好緬甸軍看起來 沒有城堡就可以暢行無阻了 欸法蘭克打錯了GG 來看一下兩邊經濟吧 兩邊經濟 欸看起來 法蘭克 這個是感覺前面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這個輪子 蠻早就點一下的 那緬甸是到後面才點的 所以這邊經濟喔 確實也是法蘭克比較好 但這遊戲 不是誰經濟好 誰就會贏 所謂你輸經濟的時候 就要用強攻去碾壓對手 這個就是天空熊也很常講的一句話 你只要輸經濟 就去打爆對方 你打爆對方 你就自己投 就這麼簡單 這遊戲就是這麼簡單 普世啊 那緬甸喔 這場就完全示範了 這場比賽給我們看喔 經濟全輸 但是喔 這個軍事喔 卻有輾壓到對手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 取死喔 你不能因為自己的聰明喔 被打爆了 你就覺得自己沒希望就投了 你還是很有希望的喔 只是看你要不要堅持下去喔 那做什麼事情都是一樣 連更新這個頻道也是喔 雖然這個頻道 沒辦法讓我賺很多錢喔 但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像 在解每日任務的感覺喔 每天都要發一部片 那也很高興 大家可以繼續接受我 繼續播報這些比賽給大家看 那 我覺得 這個頻道也做了差不多三個月了 三個月其實 每天都更新的情況下 那我的生活造成蠻大的負擔喔 但是一想到 支持的人還是有 我還是會願意每天 上傳影片給大家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 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